昨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971的上市申请 新药可以用于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症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 该药为全球首次上市 这也就意味着17年来全球又迎来一款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新药 这款中国原创国际首个靶向脑长轴的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新药 由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耿美玉率领的团队 坚持22年 在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与上海绿谷制药的接续努力下研发成功 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 一旦患病人的记忆力思维判断能力等会像被脑海中的橡皮擦慢慢擦去 据国际阿尔茨海默症协会统计 目前全球约有4800万患者 每三秒钟还将增加一个新病例 其中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1000万人 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 阿尔茨海默症的危害越发显现 自发现阿尔茨海默病100多年来 全球用于临床治疗的药物只有5款 各大制药公司在过去20多年里相继投入数千亿美元研发新的药物 大多宣告失败 该领域已有17年无新药上市 据了解 共有1199例受试者参加了971的123期临床试验研究 其中三期临床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和北京协和医院牵头组织 在全国34家三级甲等医院开展 共完成818例受试者的服药观察 整个临床试验由全球知名的新药研发外包服务机构爱昆委负责管理 为期36周的三期临床研究结果表明 971可明显改善轻中度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 与安慰剂组相比 主要疗效指标认知功能改善显著 认知功能量表评分改善2.54分 不良事件发生率则与安慰剂组相当